大家好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澳币兑美元的走势 如果大家留意的话 最近澳币兑美元已经进一步突破了上行的阻力位 创了近期的新高 那么现在看来呢 背后有两个因素 一是铁矿石的价格企稳 由于疫情的影响 巴西铁矿石供应中断 所以对澳币的支撑非常的有基础 那么另一方面呢 预计美联储会进一步放水 那么美国的疫情呢 现在看来呢 有像其他地区扩散的可能性 所以美联储的放水呢 能够使大家预期到美元的进一步走低 所以一方面呢 澳币是期稳走高 美元呢会进一步走低 所以相比之下 中期来看 澳币对美元呢 还是有上涨的空间 谢谢大家